六字大明咒出自于大成庄严宝王经 历来很多高僧与学者 对他的功德与利益都有许多解说 但皆离不开身心光明 消除业障和病痛 驱逐晦气与邪气 增强慈悲心与菩提心 来提升修行地 从一切苦恶中解脱 若只需凭念诵一句六字真言 就可修行来度脱的话 那么密宗的所谓受持真言 不就是和静宗念诵南摩阿弥陀佛一样 简单和容易了吗 如果是那么简单 就可持送来修行度脱的话 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名号 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在大成庄严宝王经中 莲华上如来与释迦牟尼佛 这两尊如来佛祖 还要如此千辛万苦地想要求得此六字陀罗尼 很显然的 这两尊如来佛祖早已经知道 有此陀罗尼咒 才会不断地在寻找它 可是那么简单的六个字 难道他们都不懂得如何念诵 若不是要知道如何念诵 那肯定就是在寻找此咒背后 所隐藏着的意义 以及它所羞耻之法了 因为如果早已经听闻 他们就没必要遍立 如微陈述世界 以及供养无数百千万句之那语多如来 要来求得如此简单意念之陀罗尼了 如此看来这六字大明咒 是真的不简单 那么它隐藏在背后的意义 和修持方法又到底是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大乘庄严保王经》中 对除盖障菩萨言 善男子 我念过去世时 为此六字大明陀罗尼 便立如微臣数世界 我供养无数百千万句之那语多如来 我当于比诸如来处 不得意义不闻 一直到他遇见了宝上如来后 指引他去求见连华上如来 原来连华上如来 当时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 便立无数百千万句之那语多世界 才从无量寿佛处观自在菩萨口中 得闻此六字陀罗尼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以使这两尊如来佛 无论历经千辛万苦 都要寻找到六字明咒呢 此咒在西藏家喻户晓 几乎所有人都会念诵 甚至把他誉为万咒之王 历代藏传高僧们更是把他说的无所不能 与无所不摧 然而在一般人看来 他与一般佛咒并没什么两样 而且从梵文的字役来看 他也只是一朵珍贵无比的莲花 或西式珍宝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以下便是我们一般所知的梵文字役 是指咒的开始 意思是如是约或此咒约 除此之外 他的意境有被激活 还有起死回生的意义 所以有些人甚至只单独念诵此字 Money即摩尼宝桌 是指如意珍宝 珍事不虚 而且极其贵重 同时也意味着它是极大殊胜 无比威力的意思 判明 意思就是莲花 范文词典对他的解释并不详细 一般只认为与莲花有关 后面 范文词典把它解释为 巨震汉力之呼喝 但根据一些咒文的描绘 它也可以是强有力的进入 或大力破除的意境 毕竟空的缘故 以上的范文意义 实际上是并非奇异 都是法空之飞象 是无法才可见之法象 许多人不见其书胜 就是因为不能知解 此咒多重多变之真实象的缘故 而他的真相 其实就在他中间的四个字 佛陀出生于世 除了看因缘之外 最大的原因 就是要把佛法 他传承于世间 若要传法 就不能不用到语言和文字 所以他才会选择出生于古印度 就是因为范文的缘故 佛法 它是无法可说 与无法可是知法 因此 用来传承的语言和文字 就必须是非一般知法 认识范文的人应该都有发觉到 范字的真正解释 其实不局限于他的字意 而是范字所兼具和包含的意境 这也是为什么佛法 它是非法的其中一个原因 若是意义 当然可用语言和文字 来述说与表达 可是意境 就只能够用心来领会了 范文是具有一音多字 一字多亿 多字同意 还有一亿多字多音之特性 所以符合了法空 它多重多变之非相 那么 要理解佛咒范音所具足之威慑力 我们就必须朝着它的咒字 与咒音来探讨其究竟了 声音就是频率 它本来就具有特定的能量 更何况是佛菩萨的明咒 所以才会有一些人 在念咒的时候 只在意和专注于它的音律 这虽然没有错 可是 若要把明咒的威慑能量 发挥到极致 理解其咒的字意 还是有必要的 若不知其字意和意境 我们的心就不能崛起实相 心若无见它的实相 所持念之明咒 就无法可得其特殊功效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 凭其他的字意来领会 六字大明咒的真实法相 因为贩子之联姻规律的缘故 Money 也可以写成 Money或Money 除了是指摩尼宝珠之外 它在梵文词典里 又与另外一个读音 Money相似 但其字意却不同 Money又可分裂成四个 不同字音和写法 它们都代表了思维 意识或心境 也就是五音之分别心与虚妄心 Part 5 很多人只知道它是莲花 但却不知在梵文词典里 它也是指无量或无尽之意境 此时 如果再加上 Hong的意思为 义无反顾 与精进的进入 来破解或解脱的话 六字大明咒的背后实相 就清楚可见了 基本上 当一句语言 尤其是咒语所用的文字越少时 它所运在 以及包含之飞象 就会越多越广 更因为其广大的缘故 它所兼具的许多飞象 都并非可说 也并非可视之空象 是必须无法 才可说 无法 才可视之法象 因此修持佛咒 若不能够无浊于咒字的意义 我们就无法可得 其非字意之意境了 这又是为什么 六字明咒中 会有个大字的原因 大本身所聚变的意义就有 多重 宽广 无尽 无量 书生 大力 圆满 和辉煌照亮等等 修持佛法的人都必须明白 法空之飞象 不但影响了我们 对明咒的理解 它更涉及到佛经所示之法 一旦不能理解其意境 而堕入空象之多重意义 我们就无法可非见诸法之真相了 根据藏传佛教的记载 此六字大明咒 与西方三圣的 观自在菩萨 还有无量光佛有关 它能关闭六道生死之门 使六道空虚 无量即是空 光即是觉醒 佛即是觉悟的意思 若可觉见空来正五 六道就必然会成无 六道一旦皆空无 我们就理所当然可杜脱于生死了 空法是帮助我们杜脱之究竟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大乘庄严宝王经中演 此六字大明陀罗尼是观自在菩萨摩赫萨 微妙本心 若有知识微妙本心即之解脱 正因为此咒比一般明咒更非比寻常 于是观自在菩萨在此经中对世尊说 不见曼拿罗者不能得此法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曼拿罗就是虚空 若可见其曼拿罗就是能知了空性而见空的意思 它在梵文词典中也同时具有以下多重之意 一 中间或空间 若能知其中间 就必定可见它的两边上下不同与是非好坏 也是指见其分别后 才可能无法分别地 无分别而非分别了 二 多变 虚幻无常与妄动 一切法既然是瞬息万变 那就再也无有它法可让它多变的了 就是指经历多变以后 我们就再也不会在乎地 接受了诸法它变动之无常 一旦接受了 因为无心的缘故 一切法既成了无法 此时无法之心也就非心而非法了 三 实际或不执着 实际者就活在当下 因此无助无着于过去 现在与未来 更因为无所助而生其心的无心与法 所以为非所为地 非心而非妄为 一旦可非心而非为 那就能够百无禁忌而无所不为的凌驾与法了 从上面所有梵文字一中 我们大致上可以整理出以下五种可说 可是之非相 虽然都是凭空巨变之非相 但实际上却是六字真言之真实相 第一相 这是众所周知之法相 此咒就犹如 摩尼宝珠一般珍贵之神咒 因为它能凭空而破入与破出一切办法 第二相 修行空就必须见空 见空方可行之于无法 因为空它无法可助 所以所为之法即是非法 所行之心便是非心 第三相 空虽然无法 可是无法 却可非见一切法 空它并非空 因此可非有为 也可非无为地 无所不为来非行于法 这无形中可凌驾于一切法 而如来如去的佛世间 第四相 以无所助心来顺应我们五音之妄动心 也就是五音如地 遵行其多变无常之 色受想行使 又名如来如 而如来如 则是非如 无所助心 即是无心 无心之所为 便是非心之非妄为了 既然是非妄为 那么五音如之如来如 即可为所非为地 无所不为了 第五相 无助于顺息多变之心 即可入 也可破一切万法 也就是遵行空 却不住空而望空 修持此咒者 若能在见空后 遵行于空而望空 那么再也无法 可束缚或奈何得了他 以上六字大明咒的五种法相 只局限在语言和文字 可说可是知范围内 任何人若能够领会上面 所解释的梵文字意 肯定能够非见他更多 无法可见之非相 就如观自在菩萨所言 持诵此六字大明咒 若不能非见以上意义者 将无法可见其空相 来见新地 发挥他无上的威慑力 同样道理 无论是念经或持咒 若不能见空而无法 我们也将无法可得其非法 来飞行于空中